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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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正所谓无心插流柳晨英 虽然明确表示不擅长演戏 但黄紫涛在几次的影视作品的尝试当中都收获了不出专业演员的口碑和收视 18年主演的都市情感剧《谈判官》全网收视率25次多冠 便获得了湖南卫视的收视年冠 网播量是破了100亿 19年主演的电视剧《夜空中最亮的星》先往后台 连续17天的网播量是第一 全平台播放量55亿佳 成为了19年网播剧的播放量第三 而且是前史里唯一的原创IP 2020新剧《热血同行》 热度持续走高 口碑加数据双丰收 果然天生大明星命里带红呀 回国后的黄紫涛除了音乐影视双气的发展 他在综艺节目里面不做作的表现更是圈奋无数 《真正男子汉》是黄紫涛搞笑出圈的代表作品 脱下了华丽的奢服 换上了军装全程素颜 耿直的他承包了大半的笑点 又好强又胆小的涛涛啊 表面嘻嘻哈哈 心里却关心着每个人 看别人遇到困难他会帮忙 看别人难过他会安慰 对女生尊重又绅士 开心了一整季的涛 结束的时候啊 却成了最伤心的那一个 哭得不顾一人形象 只是个有血有肉的热血男孩 而这就是街舞的黄紫涛 不仅展示自己不俗的舞蹈实力 还凭借着自己专业的眼光 在第一季海选就挑出了韩宇夜音的两届冠军 看到实力选手battle的时候 涛涛打趣的说 要不是我不会跳 我也想上场 面对选手淘汰时 作为前辈和个性十足的舞者讲出了肺腑之言 担起了导师之名 创造101里 面对年轻并怀有梦想的少女们 黄紫涛刚柔并济 与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心路历程 节目里面京剧频发 不仅让路人改观 捋获了一众粉丝 选手们也被他real的个性和真诚的态度打动了 一般艺人发微博呀 要么是亮照 要么就是广告 黄紫涛简直是互联网营业的清流 21世纪的改名鬼才 号称微博改名次数最多的艺人 没有意义吧 把微博发成了朋友圈 在线追星 在线维权 在线表扬粉丝 甚至在线表达自己想要恋爱的心情 换成其他的男艺人 估计早被喷成筛子了吧 但是海浪们不仅表示理解 更全力地送上了支持和祝福 讲真 黄紫涛的微博已经成为了我的快乐源泉 怒怼小精灵的视频更是不看错意的精彩 看完没效 我给你打钱 在了解了黄紫涛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条微博 把黄紫涛当成做明星的理想程度的标识 所有的恰到好处都离不开黄紫涛最单纯的真实 很多人都说 回到中国娱乐圈的黄紫涛好像变了个人 其实他只是做回了自己本身而已 从一多年他讲过的名言可不少 除了拳网黑的 我不会轻易狗带 霸气十足的就是干 我最喜欢他的那一句 没自信 我走不到今天 他的背后有坚持 有单纯 有勇敢 有不认输 同时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